HELLO 小姐綁袋 不用的啦 不可以的,要綁的 啊,前面有警察了 你好像很干净耶 前面有警察了 你看,真的來了啦 快點綁袋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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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8號,多汉 有嗎? 有嗎? 抱歉啦,多汉 抱歉啦,多汉 抱歉啦 第一次嗎? 抱歉 抱歉 你記得是安全帶還是警察帶呢? 是為了安全還是害怕? 但不管怎麼樣 交通部已經決定 將於明年強制落實 轎車和長途巴士乘客 機上後座安全帶的執法行動 這一次 交通部長陸兆浦的態度非常堅定 因為他說 只要一日不執法 就沒有人會遵循 這已經形成常態了 他還強調 執法的目的不是為了懲罰 而是為了保障重的安全 不僅如此 他也只是執法當局推行勸導運動 以感應監視的策略 只為了讓你避上後座安全帶 歡迎在底下留言 和我們分享你的看法